天氣太熱 小朋友到露天水池裡細水 小暑玩得不亦樂乎 美國國家氣象局指出 接下來幾天 全美有將近半數的州 預計會出現超過攝氏 35度的高溫 華府地區的氣溫 更可能來到38度 體感溫度飆迫40度 這波熱浪影響的範圍廣泛 美國中部與東部地區 都會受到影響 週末將擴散到 五大湖區與東海岸 預計至少會有1500萬人 籠罩在危害健康的高溫警告中 而面對熱浪來襲 威斯康星州密爾瓦基的市長表示 將開放避暑中心 上市公立圖書館供民眾休憩 另外也呼籲民眾多補充水分 盡量待在陰陽處 待新聞笑容編譯 一般